保护海洋环境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 新竹市政府与新竹后备指挥部 在14号上午号召许多现役军职干部或后备军人 到港南风景区一块进滩 大家不怕海边炎热的阳光纷纷挽起袖子 在堤防边低着头忙着捡食地上散落的垃圾 我想进滩最主要是对海洋生物也是有帮助 比较不会因为很多塑胶品 它农入海洋的话会产生毒化物 新竹后备指挥部指挥官胡庆旭表示 部内除了平时凝聚后备军人的国防意识之外 也希望为地方的环境尽一份心力 而这项淨滩的活动得到许多干部的支持 大家西家带卷在周末假日 一起身体力行用行动爱护环境 八起的目的是除了平常致力在全民国防 希望我们国家安定 还有地方上的治安能够平和之外 也更希望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能够是干干净净的 在我们大家长的理念之下 平安救世福 地方上是干干净净的让身体能够健康 那也顺便借此啊我们所有的干部西家带卷 在这个地方办这个活动增进这个亲子的感情 那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个环境弄得这个比较干净 不管是海边沉重的漂流木漁网或是地上的塑胶碎片 都一一被这群现役或后备军人们细心清除 大家付出体力与劳力 让港南风景区的风景少了垃圾多了整洁 开破选主林彦斌实习记者彭子环采访报导